今天是7月28日星期四 先来谈谈昨天的金融市场 昨天大家都知道 以息结果出来的日子 大家都很同景 但虽然知道结果是怎样 说真的 不会加息 结果维持利率不变 先谈谈股市场 股票市场有个别发展 港股还未升 但国内差一点 昨天提到国内监管制度 可能会收紧 所以令股市有压力 上证指数下跌了1.91% 比例上很高 亦跌穿了3,000 收在2,992点 创了一个半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一开始已经跌得比较厉 可能媒体的影响 大家都会看到 今次最新的银行监管条例 和监控方面的措施 可能会令到投入股票的资金 需要撤出或日后新型银行 未必能作为投资产品推出 不是太利益到股市的资金流 成交价是3,168亿 这价值得大家关注 国内已经有惯性 成交量差不多 上海那边可能是2,000 新郎那边去到4,000 加上两边加上6,000 但昨天那边很厉害 成交价创了三个半月新高 大家一定要留意 跌了多波幅 跌穿价 债成交 全部都是负面因素 人们是走货还是掃货 国内会有惯性 当时早上倒塌 下午到点半钟左右 看有没有人托 但很有趣 他又会留下不太多时间 给自己托 可能会导致最有益 但大家要注意 究竟是否走货信号 实际都强调 国内也好 香港也好 甚至日本也好 大部分都出现了技术 如果有很多东西加上 好像有少少走货之嫌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问题 可能会挺严重的 深城收在10405点 跌了4.11% 成交价4,098亿 创业版方面跌了5.45% 全部都多 2155点 成交价1368亿 是否有点害怕 听完数据 说到会收紧监管制度 所以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否真的这么夸 收紧监管也不是差 这件事 过去几天也有跟大家说过 其实你会发现 国内已经开始有惯性 开始将一些问题公开讨论 大家去说一些核心问题 希望借助这些讨论 能够找到一个共识 最合乎上理 最市场化的新的监管制度 或者可以撇除一些大家很担心的 可能是垄断 或者国企资源的拥有 或者不能够民用 这些所有关系 希望可以在制度上一次过能够到位地 都解决了 就不用再 因为大家会见到 虽然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但你发现有很多事都仍在循环 例如一些企业 民用地是国企 另外国企方面 他们的资源又如何运用 另外贪污的问题 另外资源如何保护 或者行业如何分工 明显 每个省份 税务又如何 这些什么 其实仍是有机会循环不息 例如大国企又要参与 你已经会相当浪费大家的资源 所以这几样 大家都要明白 有时候有些事 可能有少少阴谋论 有些炒作之检 但我也是要强调 其实一个这么大国家 怎会没有问题 大家也要知道 如果你当你认为中国真的可以站起来 没有经过风浪的一个国家的成长 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你也要知道一个大国家的成长 也一定会有风险 所以大家要明白 如果今年到来 第三季或第四季 中国真的开始 在金融方面开始 叫做国际化 包括SDR 或者货币的多元化 这些所有的情况 和9月的人的G20会议 全部慢慢一度推出 可能是需要令中国更加快地 将这些问题尽快解释 大家也要知道 是一定会有冲击的 亦希望是有冲击的 这样才代表到 你怎样去改革电视 或者令到真的会成熟 很简单 浓油浅水当然是租客气 但你现在要去大海 所以大家要准备 大海要有大海的准备 没错 昨天我们也说过日本 日本共同社有新报道 说到安倍的刺激计划 规模将会超过28万亿日元 而不是我们之前说过 几万亿那么少 所以其实挺夸张 而其中有13万亿日元 是会用在财政刺激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实也挺有肯定 尤其是今星期 你看到日元这样限 即是市场已经有了心理预期 也会有个越来越高的胃口 即是你给出来的东西不能吸引 或者大家觉得不够猴 会对日本影响相当大 而且我们前几天也有看过日元和日经表现 大家要知道现在实在必行 但必行也一定要有力 而且要持久性要救才可以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要再想它怎样还 反而再大一点 否则也挺大问题 最重要的是在过去两天 你会发现 现在安倍政府那边 未有很明显共识 包括财政部 自己的内閣与及央行 这三部分大家要留意 究竟哪部分是问题的核心 他究竟想怎样做 是否真的有用 这些全部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些核可能是最后一核 如果他再下去 我常常强调 日本是没有时间可以让他再斜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如我们看看欧洲方面 欧洲昨天是升 全面都升 德国是升了71点 德国的DEX指数 收在10319点 巴黎的CAT指数 升了52点 收在4446点 英国的富士指数 升了26点 收在6750点 欧洲昨天 不知道是否有新刺激的关系 其实刺激也不是很正面 英国第二季度 GDP同比初值是2.2% 创了去年第二季度以来 最大的同比增幅 这当年是一个好的消息 令市场做好也不顶 但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德国 德银第二季度的正纯利 竟然可以跌98% 但对股市的影响暂时不大 这方面已经牵涉了好几个问题 现在银行当作上市公司 一定要有盈利能做到最大化 或是整个欧洲量化宽松的成功与否指标 这是两个很严重的极端 现在德银已经变成半央行 要跟随欧洲央行所做的量化宽松 如果它的顺利可以跌那么多 其实它真的有风险 大家要知道 在负利率其实它没有可能有盈利 但你现在觉得是合预期 是因为大家会知道 它由盈利越高 即是它要玩得越大 但是它用多少资源才能赚到50亿 现在出现负利率 又会看到所谓避险问题 导致它们很多债息已经跌到这样 或者你说得对 虽然现在的盈利跌了98% 但是早前有个预期 想着它虚择 虚择2200万欧元的规模 现在反而是有盈利1800万欧元 好像又不是差跌 这是要给大家知道 是因为大家已经看到股价跌了那么多 所以你计算数 你做盈利表现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只是符合支持的预期 是因为市场已经这么悲观 所以你有这样的预期觉得OK 但是大家也要看一件事 昨天他所说出来 他未来怎样解决这种方法 他是裁员 其实最主要不是因为他裁员 我觉得他即是省了钱 是说他没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 如果我们看预期和真正的结果 又好像相差太远 刚才说了2200万欧元的规损 但是他现在有顺利1800万欧元 其实为何会有这样的预期 其实会不会真的有些 我不敢说做数 其实这个也挺肯定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 其实未来的所谓巴蘇非 已经习惯了所谓现货价格入账 即是不再用一个所谓历史沸泉 或者所有这些方法入账 大家很容易去计算 现在他去到这么低的水平 他的股价是这么低的水平 你计算出来 其实这个数字 只是符合现时标准 但实际上当你真的拿给他 银行测试 可能你就会发觉问题多多 而且你发觉 大部分国家都说他要有多少钱 去做这个所谓巴蘇非的准备金率 但大家没有想过 准备金率的尺寸是多大 大家只是说马分比没有说过金额 大家要想到 一直都知道德银的数字是天文数字 是德国的央行 不过是美国的总资产成绩 所以大家真的要知道 所以欧盟现在又开始慢慢有多事 而且你会发觉欧盟慢慢叫德国化 所以这件事真是一个成败的关键 一是过了 真是天下太平 以及一统天下 但不可以的 大家要小心 真的有机会分裂 不如有时间不多 不如看看美国 美国昨天已经公布了利息的去向 维持利率不变 在这种情况下 股市也算是跌一些 除了蓝指之外 道庭仙指数来说 跌了0.01% 跌了2点不够 报收在18,472点 标准普易指数来说 跌了0.12% 大约跌了3点不够 收在2167点 至于纳斯达的指数来说 其实它是升的 升了30点不够 29.76 升是0.58% 报收在5140点 这个蓝指反而创了年内的收盘新高 昨天想起 关于FOMC的议息会议 议息会议 应该都猜到 议息会议完之后 美国加息预期应该会是空前高的 因为没有机会 没错 因为大家会计算到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加息最重要是炒加息预期 加息预期应该是在 今次的议息会议后 就会明显出现 即是去到9月份那次会期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可以计算到 因为只有9月仍能加息 因为上次也说了 既然是这样 所以9月份加息的机会很大 反而议息会议一完 就由完到下个会议 这段期间就变成了 所以为何股市仍有压力 昨天应该是很早想到 所以不是忘形了 很晚去到电视台才想起 所以不好意思 如果有机会再详细和大家说 还有机会 除了议息之外 美国昨天出了一个经济数据 就是6月份的内容品订单 环比跌了4% 比起预期是差了 预期跌了1.4% 但是变成4% 其实跌幅是创了2014年8月最大 所以是否消费也应该有些问题 其实这个有趣 它的数字又告诉你 2014年的8月 即是量化宽松就来完 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想去特别说 但你发觉数字好像已经给了很多故事 让你自己去看 大家要知道 因为量品订单也算是重要 因为在所谓的领先指标 量品订单一定是最实际的 但你真的做事 不要跟我说什么 采口根基指数 都可能只是买票 消费 但这个不同 这是真的做生意 或者做件事出来 当然了 有时间再和大家分享 但真的没有时间了 我们过了钟 不如我们先聊到这里 下一环节先和大家聊过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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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费呢 拜拜 我跟你说 好